安娜在家还没起床 我要玩新皮肤 嗯 这是 安娜在家要出新皮肤呢 什么 让我看看 这好像是传新SS8新赛季 无谓开头者系列皮肤 既然是新赛季手册皮肤 好 那我入坑之前 先买这个活跃礼包 后面能省不少钱 所以说 像安娜这种勤俭持家的女生 必买不可 赛季手册直接到100集 像安娜这种多才多艺的平民玩家 做任务是不可能做任务的 只能花一点点点圈升级这样子 好了好了 顺便把60块钱的金银手册也买了吧 然后把奖励全部领取 新赛季出来不到半个小时 我就毕业了 好厉害 超能力 这不是还有赛季宝箱吗 我看看 奇怪 这次的宝箱怎么变成手册寻宝活动了 光子又在搞什么花样 搞得跟小冬玩得飞行奇似的 我懂了 要现在左右两边的红蓝两队都到达终点 就能获得中间那个主角套装 红队是背包系列 蓝队是头盔系列 不管了 废话少说 直接快速逛 好 红队搞定 接下来就是蓝队了 好了 蓝队也搞定了 可以领取主角套装了 直接领取 500多块钱就能拿下这个套装 不知道亏了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 我赚了 光子也赚了 那谁亏了 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小伙伴们去探讨吧 我们进仓库装备上 发行李宗盛装处理会 大约一项 在这里 当尚的话 过来 将写伴们去看 我们进行李宗盛装处理会 阵道